你知道思考很重要吗? 你会思考吗? 如果我们愿意探索生命的每个角落,那么就能了解自己生命的定位。 丁老师一家到韩国自助旅行发生了什么糗失呢? 欢迎收听听听好声音LIFE PLUS。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上课的时候呢,我会抽一位同学帮我写心得,不是笔记哦,是心得。 然后要下课的时候呢,会抽一位同学帮我说心得。 但是这个说心得呢,我之前是用录影的方式,现在用录音就好了。 所以所有抽到同学都必须接受这个事实,除非你曾经写过一次或说过一次, 你就可以把机会让给其他人。 因为你不用露脸嘛,除非你说,老师那你可以帮我变身处理吗? 好,那我帮你变身处理,这没问题的。 所以呢,先跟大家讲,但是写或说最大的好处呢,就是什么? 写或说最大的好处就是你平时成绩会加五分,会加五分。 那也就是说写或说五,然后你第一次五分,第二次四分,第三次三分, 所以五加四加三等于几? 12对不对,好,举一个例子。 你们算得很慢,好,举一个例子,你这学期所有的作用你都不做,但是你上课没有违规,你期末成绩是55-5,记不记得我说的? 好,那55-5之后呢,可是你写或说已经有三次了,所以55再加12等于几? 等一下,对不对,对不起,55-5再加12,你怎么那么慢啊,你真的很慢啊,等于62,所以期末成绩过还没过,就过了,好,所以我先说一下,我是帮助大家能够来练习写或说,那写心得跟说心得其实最重要是你包含训练各位同学的统整能力,还有你的表达能力,好,统整能力跟表达能力,当然说会更紧张,但是我也是希望让训练各位同学说就是,因为我们之后可能会有很多 有很多机会可能跟面试的机会,比如说你在,我不知道我们五到半夜要不要考,考试的时候需要面试,要,要还不要,不一定,不知道,听说音乐系的话,好像有某一个学校,他们还是突然之间就会面试,就是要那个,比如说演奏完乐器的时候要他自我介绍,然后问他一些问题,还是有,我不知道五到有没有啦,但是我们音乐有,或者美术可能也都会有,所以呢,我想希望训练各位同学能够,你的口调能力,好,包括统整能力, 跟口调能力,所以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抽这位同学是四号 是哪一位 是哪一位 是你,好,那帮我来这边他写,那尽量不要写比上一个班少 因为你们越写越多,越后面的班级越倒霉,这样了解吗 好,就是至少一百个字以上 好,这样这样,这是刚刚上一个版,那继续延续下去,帮我空银行延续下去,写上你的班级 跟座号,因为这很重要是在加分用的,没有写就没有分数哦 OK,谢谢,好,那我们上礼拜六已经上过了课的,今天我们要继续 正式进行到我们生命教育的第一个主题的课程,叫做哲学思考 但是我也告诉大家,在哲学思考的部分,我不会,没有,后面灯不用关 哲学思考的部分,我今天这堂课就结束 为什么 因为我告诉你,我们整个学期,事实上都在带你做思考的课程 不过我觉得思考是一件很好玩的 很多老师都很喜欢在这个课程里面呢,会讨论 关于所谓的思考逻辑,啪啪啪啪啪的 但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当我们一直不断的去思辨思辨,但是思辨而不内省的情况之下 就会变成狡辩 就会变狡辩,所以我们有没有发现 最近我们这个新闻媒体啊,会常看到很多的那些网军 他们什么不会,他们最会狡辩 他们思维能力,思维能力非常的强大 或许还蛮有逻辑性的 但是他们就是狡辩,他们不去检讨自己 而他们不断变狡辩的情况之下 那个我就说就是所谓的双飙人双飙仔 所以我告诉大家,我们只用这堂课去很概括式的讲过去 那你用加深你的印象思考是一件重要的 那到加深加广的课程里面就是它说思考的重要性 那我们来从小学思考 我的标题叫做你以为,你以为的就是你以为的 我刚刚我上礼拜说过 我的课程呢最喜欢就是怎么样 把迪士尼相关的元素放进来 今天首先要来跟大家来介绍摩安娜 那个莫娜公主呢,我相信大家都一定知道 好像听说你们上一届吧,还是哪一届 就是好像甚至有跳这样子的舞蹈,类似的 那个莫娜公主的故事你们竟然都知道 所以我们等一下直接进到这个影片的开头 我们来听听看,看一看到底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这学期呢,五个主轴的课程里面 我都会选一首这个海洋奇缘里面的歌曲 因为刚好这海洋奇缘里面的歌曲 刚好就是应和着我们生命教育所学的五大主题 所以我们来听听看我说的有没有道理 OK,那我们先来听看一下这件事情发生的状况 到底是什么呢? 好,在这边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我的迪士尼的影片呢,我都会使用 动画版我都会使用 国语发音 台湾的国语发音 那我主要的原因是要各位同学 能够用最快的方式 能够吸收掉它里面语言的 要表达的意思 而不用再经过一个文化,经过另外一个语言 看字幕,然后重新再吸收 那会慢很多 那我们直接用国语的发音 但是如果真人版它,我就原语发音 那后来,有人开始寻找咖啡城的心 他们相信只要占有它,就能拥有创造万物的力量 有一天,其中最大胆的一个 航行越过浩瀚大海来抢夺它 它是掌握风横海洋的半神人 它是个战士 一个幻术师 一个骗行者 能够用它的神力魔钩改变外星 它的名字 叫做毛衣 没有了心 没有了心 阿菲提开始会灵 一切在瞬间变得只剩下黑暗 Control 没有了 没有了 走 皇帝想要逃走 却遇到另一个也想要那颗新的人 鐵卡 掌管地盼我的恶魔 帮你从空中被打 无剑走你 他的身体魔钩 跟他飞蹄的心 从此失落在海底 就算现在 经过了一千年 鐵卡跟生奶恶魔 还在找那颗心 而无尽的非暗事里 持续扩散 赶走我们的鱼 让一座座的岛 生命枯竭 直到我们每一个人 都被使血如命 无法逃避的四身 吞噬为止 但将来 未有人找到那颗心 他会航行越过岩礁 找到王毅 送他穿越辽阔大海 把他没提的心放回去 拯救我们 哦哦哦哦哦 谢谢你 别再说了 爸爸 谁都不能越过岩礁 这里很安全 世上没有黑暗 也没有坏 没有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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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眼睛之外 什么都没有 这就是老公是怕的 好 我知道我们待在安全的岛上 就没事 说是真的 总得有人去啊 好 当然这个我们的酋长 就是穆娜的父亲呢 为了保护他的族群的那些人 所以就告诉他说 那些东西啊 都是无稽事的 不太可能的 当然也是禁止他的族民们 跑到外面 因为为了保护他们 事实上这可能是真的 包括就是 因为刚刚那是阿嬷嘛 这是酋长的母亲 对不对 他就告诉他 传说是总得要有人去啊 而这个人似乎好像就是莫娜 前面在描述塔菲提 他的心被偷走了 原本创造生命的塔菲提 心被偷走了 就变成什么 破坏生命的东西了 就会有破坏生命的东西过来 你们大概都知道剧情 那我为了不要剧透 所以我就先不太说 那个人是谁 OK 那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岛屿上面出了什么问题 木头鱼出了什么问题 他们的植物枯竭了 他们在附近也捕不到鱼了 怎么办 就像是我们像台湾缺鸡蛋一样的道理 什么都缺了 什么植物也没了 捕不到鱼了 然后什么东西都没有情况 他们开始有那个岛屿危机 所以莫娜曾经也提议过说 那不如我们去沿江外面试试看啊 当然他的父亲怎么样 一定是拒绝他 当他真的苦恼的时候 他的阿嬷 因为他已经长大了 他的阿嬷就跑过来跟他说 你一定会有一些想知道的答案 你一定有很多不停质问的问题 想寻找的答案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 我回答答案 我死后 会变成夜设空运作为 突然就浪费了这个四亲 你怎么轰轰天天啊 我是村里的丰老太婆 但叫做本们 你有话想跟我说 就说吧 你有话想跟我说吗 有什麼話是你想要聽的? 你聽過夫人的所有故事,只差一個人 可是 你真以為我們的祖先都呆在岩礁裡嗎? 是誰呢?是哪來的?能回答你不停自問的問題 你注定是個怎樣的人? 到裡面去嗎? 吉谷,找哪來的? 我心裡想要是誰呢? 你在哪兒? 你出門了嗎? 你瘋了嗎? 你死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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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死了嗎? 你死了嗎? 我死了嗎? 你死了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几乎找答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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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的故事这些图纸上面 而且他说什么 你要去勇敢的去探索每一个角落 而最后要寻找那家的方向 所以你要勇敢的去探索 去探索、去思考 这边就讲说 在夜里数每一个星 就能够找到你的方向 那你的人生的方向究竟是哪里呢 迪卡尔曾经说过 我思过在 我不知道对于各位同学 对这句话有没有什么想法 其实很简单嘛 你今天之所以会思考 所以你似乎是存在 从字面上来解释 最近这阵子你可能开始慢慢续续会看到 有没有发现有很多人会去有一个AI系统 AI软体 你们知道我说什么吗 就是你只要跟AI 就有点像我们那个Apple的Sili Sili是不是 然后或者是那个Google助理一样 就是你可能跟他讲一些对话 他就会回应你一些 那那个AI软体 大家比实力还厉害 就是实际上 你只要告诉他说 请问现代5跟这个古典5 比方说巴洛克时期的5到差别在哪里 你只要问这样子的问题 他就啪啪啪啪 就会长篇大论会写给你 他就长篇大论写给你 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报告交给出去了 当然不是这样 你是要这么做的 但是AI系统它非常的厉害 你去问你问他什么 他都能够回答得出什么东西出来 然后很多人就开始流行这个 那我们讨论一件事情 AI有没有可能会取代人类 我觉得有可能会取代人类 但是你会想要用这个吗 但是我先跟你讲 我不会想要用 因为我觉得 如果我们当去仰赖这样的系统的情况之下 我们就开始会逐渐失去思考的能力了 那就更可怕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可怕的末代危机 我们不能永远仰赖这些所有东西 让我们不能思考 所以迪卡尔曾经说过 我事故我在 好那思考什么东西呢 生命教育也不外乎就是希望思考 我们人生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我为什么活着 第二个问题是我该怎么活着 第三个问题 我又怎么样才能活出所该活的那个生命呢 就是思考这三个问题 所以人家如果问你说 你们生命教育在上什么 你就说我们讨论人生三问 那如果说你真的还讲不出来 就说我们在思考我为什么活着 其实整个学习就告诉你 那你去找到你自己为什么活着 就是像这个灵魂去找关里面说的那个火花 找到你怎么样 让你继续活下去的一件事情 不过我们再去想一件事情 在我们思考的过程当中 我们总是觉得相信自己是对的 我不知道你们有这个经验 这个经验常常 几乎每天存在在我们生活当中 比方说你考试的时候 明明那个你答案是A 可是正确答案是C 可是你刚刚在考试的当下 你却觉得A才是正确的 有没有这种经验 常常有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上下礼拜 上下礼拜跟我太太去这个 我们全家去韩国玩 然后我们这个人生 第一次自助旅行到韩国 其实我真的有点点 当时内心有小抗拒 因为我觉得韩国完全看不懂 所以我觉得我会小抗拒 但是先入为主的观点 当我们这个坐巴士 因为我们做自助旅行 所以我们坐巴士到 从机场做到我们要住的附近 但是因为韩国又不能用Google Map 你知道Google Map是无法启动它的导航系统 你只能说大概我现在定位在哪里而已 然后我们一下这个巴士的时候 我看Google Map离我们要住的地方 大概还要走大概五到十分钟 可是一下车的时候 我太太一看到那边 就在那边吗 怎么那么近啊 太方便了 过个马路就到了 我就说你确定呢 你真的确定吗 她说对啦 就这个啦 你定了你不知道吗 我就说好吧 我就真的暂且相信她了 因为她是觉得她是对的 女人的直觉要相信吗 各位我们都是女同学 你们都是女同学 我不知道 我觉得 我 我的嘴巴必须 我的身体必须要相信 但是我心里还在抗拒 我身体就嘴巴必须要相信 结果呢 我们到了饭店去了之后 我们到了饭店去之后 然后因为我们知道 我们会 就大概晚上半夜12点才会到 他们11点就下班了 那我就写信 之前就写信问他们说 那我们这样怎么check in呢 她说他们就留信 又就回信给我 说他们会把我们的房卡 放在桌上 那我一去的时候 怎么看都看不到房卡 怎么办 挫赛了 我们要睡沙发吗 睡那个拉比吗 不可能啊 所以我们就 几乎用东翻西澡的在她的柜台 好 然后我想说完蛋 我们这样子会不会被 摄影机全部都在录我们 全都录好 好 那录的情况之下怎么办呢 然后打电话 然后我就赶快e-mail 因为写e-mail给她 我知道她不会回 但是写e-mail给她 至少我留下一个证据 说我们真的没有房卡 到时候你要退我一个晚上的费用 至少这样子对 因为我真的有一种 以前这个出去旅游 真的是回不到台湾那种经验 所以我真的很怕啊 今天没办法睡觉什么样 真的一定会搞得很累 然后呢 我总觉得怪怪 有打电话 结果我在看我的那个 那个阿哥打的订单之后 发现阿哥打的订单的电话 怎么跟这边的电话不太一样 但是那个店名是一样的 店名是一样的 Ghost House 然后我就觉得怎么奇怪 怎么想怎么怪 然后呢 我一直在怀疑我太太的同时 但是我嘴巴不能说 我心里有怀疑 因为女人就是不能被怀疑 然后呢 我就走出去看一下 我就不对啊 这个Mark的标志也非常 logo也非常的像 但是少了一个字 少了英文的白金 少了白金这个字 我们今天来的地方 少了白金这两个字 Ghost House是他的店名 少了白金 我就跟我说不对啊 我订的是这一家 你这边没有白金这个字啊 那一定走错了 然后呢 我就在上网给我说 我说你看白金是在那边那一头 我们是不是走错饭店了 结果呢 后来我们就是在零下 大概零下三到四度左右的时候 我们带两个孩子 就继续拖着行李 走大概五到十分钟 终于找到我们真正住的地方了 好 然后我就想说 我们到底能不能 我们离开韩国 到底能不能顺利离开呢 后来会通报警察 说这个有 奇怪的家庭四个人 在翻饭巷导会找我们东西 我要说的是 我太太为什么当下 总觉得自己是对的 各位你知道吗 你是不是有这种经验 当下总是觉得自己是对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